嗯 所谓呢在舞台上要做到深情并茂才能够打动听者 说到表演呢突然想到了一个已经离开了快乐男生舞台的选手 吴俊瑜是说呢现在他是和张汉还有谭丽娜同属于一个经纪人管理 那其实张汉和谭丽娜的这个经纪人发展方向给他们带来是目前是偏于影视 难道说吴俊瑜也会他的师兄师姐一样吗 不过这只是个人猜测 可以肯定的是呢人小鬼大的吴俊瑜是很重感情的 他特地回来长沙探望他的兄弟们老来看一下 我累死了到底师傅几楼啊 八楼我的天哪这才几楼 兄弟们我来了 谁叫的外卖给钱 来吧给钱 我先借外卖给钱 你哪来的这么多东西啊 可来人呢 我还可以 你怎么又是烫啊 我热死了 我在下面你们一直又不上来 你知道吗 我给你们送外卖来了 给小费 小费 8888 空手来了 你来一只 没没报道 没拿要吃的呢 我拿那么多给你送的外卖 哇 我就知道 你吃的 你吃的活动啊 哇塞 太多了 哎呀还有任何糖给你们买的 太好 想我的时候就 你为什么脸上那么多汗 你告诉我 我还小费只在守着你们进来 我才上来的 你是跑过来的 好热呀 啊 你是看着我们上了吗 对啊 偷的然后给你们惊喜了 哎呦 哎呦 你累吗 这么多东西啊 你最近累吗 你觉得呢 我两天就睡了四个小时 对 看到我吗 两天睡四个小时 不要看到我的眼睛 你拍有人呢 还有那个弹什么节什么西的 都在外面 老台在外面 谁啊 你怎么回事 老师不要害到我 我再吃饭 我觉得你比较帅 真的蛮好 你不太好 抱一下 啊 啊 啊 反正游泳啊 你走了之后真的没人游泳 上次我跟媒体就讨论过这件事情 我说你去一个角逛 没有一个人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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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没有人游泳的 你走就没有人游泳 一个人都没游泳 哎 这样吗 哎 我们来一起跟导演 你的建议 我也是这特征极限 他梦出最爱 不关 你现在还 你是不是 你是我们当中里面 最臭美的一本 你走了就我了 哈哈哈哈 这句话怎么能这样说 没有没有 怎么能这样说呢 他走了就是五一 五一过来 对五一比我还闷烧 五一是更质点的一位 没有 你很质 也可以 偶像包含最重就这位了 介绍一下 隆重介绍 每天背着二十多金出门 你对不对 而且香 而且香水还随身带哦 这个最关键 偶像包含最重的一位 偶像包含最重的一位 对啊 偶像包含最重的一位 对 好像这样是最重的一位 这这个大了 百分之百大了 而且他说不是 无可不喷香水的 对 所以他是最 偶像包含最重的 对 他不就前任 让我们帮你包了 好 报料 在吃这个之前 一定要把他周围的水 全部给吸干 谁啊 然后呢 做一遍 快点 对 好 膝盖好水就不会漏出来了 那就可以 分享完好吃的东西 吴俊瑜开始和大家了解近况 原来近日快男们都分别录制了自己的单曲 而吴俊瑜也已经在北京制作完了手制单曲 于是大家忍不住要把属于自己的手制歌曲 互相分享一下 不见全世界都阴天 感觉好想好想念 好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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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矮啊你 哎呦 没穿鞋 原来没穿鞋呢 就是没那个什么 那个 知道知道知道 知道知道 知道